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宽柔中学鼓来分校生活辅导处主任黄俊威老师跟我们听众谈谈忧郁症 两位老师好 哈喽 一姐好 哈喽 真伟主任好 林森老师好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那想问老师应该用什么来定义忧郁症啊 好 那我先我来做一个分享 好 忧郁症呢 本身它是一个情绪上呢 很明显可以看到属于一种很低落的 那思维上呢 他觉得说很负面 那主要呢 他有生理的因素 好 那如果经过精神科医生 或者临床心理师的诊断呢 那忧郁症的人 他包括说 往往是因为环境 他的个性 和他的生理的一个因素 所引起的精神疾病 不晓得真伟老师有补充吗 对 我觉得明显老师讲得非常完整的 然后 其实如果忧郁症的话 他就是一种情绪上负面的一个彰显 其实他就是在生活当中 可能有一些失落的部分 都没有办法解答 然后产生出的一种心理疾病的概况 这样子 确实啊 两位老师的分享 就都有提到是情绪上的低落 但是就会有一些人 他们会混淆自己其实是忧郁呢 还是有忧郁症 因为我的理解是 忧郁它也是会让你伤心 情绪低落 但是忧郁属于那种 可以算是来得快去得快的吧 但是忧郁症呢 就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而且心情会一直很低落啊 然后可能还会有失眠等等的情况 是不是呢 嗯 宇决这里说得很好哈 我们这样说 有忧郁的情绪呢 不代表有忧郁症 那如果要算是忧郁症的诊断呢 那它有一个标准的 那这个标准呢 如果我们以精神医学来说哈 我们从那个精神诊断手册的第五册 那它有 呃 九个心等 我们会说哈 比较容易记忆叫四步五没有 那四个步是什么呢 它会生活不快乐 啊 它会不能睡 或者就是一直睡很多 那不专心 工作或者上课不能专心 还有不想吃 啊 没有胃口 那五个没有是什么呢 它会对生活变得没有兴趣 啊 包括如果是成人夫妻之间 也真的是没兴趣 那再来呢 它会很没有活力 没有动静 那对自己呢 会没有自信 没有价值感 那工作起来 念书起来 总觉得力不从心 那个叫没有体力 那最后一个更严重的呢 叫做没有生存的抑制 那这些呢 一定九个心等呢 要符合五项 而且要超过两个星期 在医学上面呢 才称为是寓意证 那这时候呢 就需要药物的帮忙 和心理辅导 双管齐下呢 才有效果了 对 请问周围老师 有什么要补充吗 嗯 没有我觉得 明生老师讲得非常清楚了 总之 就是有不同的症状吧 就是我觉得 就好像刚才明生老师说的 忧郁是一个感受 那忧郁症 它是一种 就是可能 没有处理好 它就变成了一种病态 然后从生活当中的 刚才老师所说的 九个面向当中 可以去察觉 然后呢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概况的话 就要做一个 生路的治疗 然后找到专业的人士 来让你走出这个黑暗 这样子 嗯 对 确实啊 就是 可是也要 就是不要把自己当成医生 来自己评论 自己到底是不是忧郁症 也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随便评论的 最好 还是寻求医生的帮助 不要觉得 因为应该会有很多人都觉得 很多情况是不愿意接受 自己是忧郁症患者的那个情况 他们会觉得 我都没有什么症状 为什么你要讲我是忧郁症之类的 但其实忧郁症真的就是不可以控制 应该就是大脑上的一些病变 已经是我们的那些多巴胺啊 体内的血清疏已经是不平衡到我们不可以控制 所以我们才会不开心 对吗老师 嗯 雨洁这里啊 我就想补充了 我在我的工作经验呢 常见到有很多的中学生啊 或者成人会告诉我啊 老师我已经得忧郁症了 我需要辅导 那我就会请教他 你是医生判断吗 还是从哪里知道的 他说他上网做了一些量表啊 他就认为自己有抑郁症了 那我也听过啊 那个马大医院的黄章岩博士啊 他也是教授 他就说了一个例子了 他曾经辅导一个年轻人啊 就觉得啊 他快乐不起来 他又不想吃 然后呢 在学校一直想要有亲生的念头 结果呢 跟他谈的过程呢 黄博士就精神科医生 问了一个问题 那你有没有女朋友呢 他说有啊 那如果我现在找你的女朋友来陪你好吗 好好啊 那就没问题了 我就很快乐了 各位啊 如果是真的生理上的抑郁症呢 这时候 他不能被判断是抑郁 他其实只是情境上 让他产生的忧郁意义 失去了他觉得快乐 觉得失去了重心 所以不能扣过一些量表 觉得你看啊 刚才你们讲的九个心灯 我都有六个啊 我有七个啊 我就是忧郁症了 绝对不可以啊 所以他是属于生理性的一种精神疾病 这是我的补充 对 确实就是因为现在科技发达 有好有坏啦 网络真的有各种各样的量表来测量 这件事情 比如说有很多量表 你没有做到九件事 就不代表你是一个好老公啊 好学生啊之类的都有 就是我觉得太表面然后去评价一件事情了啦 所以还是专业的事情留给专业的医生去做 好吗 然后想要问老师们啊 其实就是在马来西亚呢 青少年患上忧郁症的几率会是多少啊 哇这一点啊 我找过很多数字 所以我要真的要做报告了 其实我看的数字呢 一般上马来西亚呢 有不同医生 有不同的一些学者 在讲座的时候给的资讯呢 大多数引用的是马来西亚国民健康 以发病率的报告 其实你去看 在2015的报告 如果你从网路上去查 有的说每五名中学生就有一个精神病患 有的又说每三名就有一名 到底谁对谁错啊 我发现网路有两个版本 那我们直接找到比较可信的呢 我从那个我们的2021年 我们的卫生总监 NOSISAN的一个报告呢 就看到了 全国呢 抑郁症患者有2.3个巴仙 也就是将近50万人 那特别呢 是一些乡区低收入 或者单身的女性 那至于是学生呢 学生的报告 我们只能看回来 他就说比较多呢 是大概集中于14岁开始 那就开始有发现 特别求助 有寓意啊 有一些精神焦虑的问题 所以具体上呢 如果问发病率是多少 人数值多少 那真的在马来西亚 我们很难找到一个 跟大家很负责认说 很确定的数字 不过我们可以放大来看 在2020年 那个WHO 就有世界卫生组织 也就说了 单单抑郁症 它已经列为呢 21世纪呢 跟艾滋病 跟癌症 并列为三大疾病 所以单单2020年呢 全球将近2.8亿的人口 患上了抑郁症 所以呢 抑郁症的患者 是非常的常见 而且发病率非常的高 也是属于高风险的一群 这是比较负责任的 一个数字的报告 确实就是不能 什么都用数字来衡量 但是无可否认 就是他在我们的生活中 可以讲是 其实我们身边 也许很多人 都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了 对 那想问老师 什么是微笑忧郁症 好 这点呢 因为我跟那个 郑伟主任 之前有讨论一下分工 那郑伟主任说 这点也给我回答 好 我们可以看到呢 比如说 在日本的文化里边 他们必须对人呢 彬彬有礼的 他们在工作上职场的要求 他们就要带着很尊敬 微笑 然后很体贴 那即使他内心很苦 他的焦虑 都只能藏在微笑背后 那包括某些文化 包括一些大家庭 你出来见人 你干嘛 人家欠你钱啊 你不要给人家脸色看 所以这种教育之下呢 所以他习惯性 很难过的时候 他还是带着微笑 那这一种群主呢 就比较不容易被发现 除非他愿意主动找好朋友 可以相信的 不会出卖他的 可以倾听他说的 那才有机会呢 让旁人知道 旁边的人知道啊 可能他已经陷入一种 情绪的低谷了 所以呢 我们会把这种朋友呢 称为是一种微笑忧郁症 原来微笑忧郁症 就可以理解为 好像他把自己包装起来 把他想要给你看到的那一面 给你看到而已 如果你没有拆开那个包装 你完全不会发现 因为他其实的内心想法 已经不是表面上看到的 对 他想给我们看到的 语杰这一点说的很好哈 或者是我们主流社会 希望看到他的工作环境 希望看到的 甚至是文化体系呢 希望看到他有微笑 但其实他并不是那么的开心 是 我可以补充一点 就是刚才好像民生老师所说的 所以这个微笑忧郁症 他其实还蛮长 算是白领阶级的这个人士的 幻发率比较高 那如果以我这个身份 我是学校的辅导主任嘛 那我觉得在学生族群里面 可能比较 有可能会患上这样 微笑忧郁症的这个群体 有可能是成绩比较优秀 还是表现比较优异的同学 因为他们对自己有一定的标准 然后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 就会希望 唐人都可以看到他完美的一面 所以他就只可以带着微笑 带着很正面 很让人家感觉 他就是完美无缺的一种形态 来呈现给大家 所以久而久之其实 他就会发现他失去了自我 还有可能就是 开始走路 就是微笑忧郁症 就是他必须要在大家面前 彰显出很正能量 还是很微笑的一面 但是他失去了他自我的 一个内在的价值 然后就会慢慢存为了一种 心理健康的扭曲啊 等等的问题的发生 所以如果在学生族群的话 我发现的话蛮常是会发生在 这个成绩比较优秀 还是表现特别优秀的这些族群里面 有可能会引发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谢谢 就是可以理解为 可能就是已经活成 大家想要看到他活成的人设 比如说很多的网红啊 他们会想要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只分享自己很正向的时候 或者是高光时刻 他们就比较 当然有些人就会觉得 怎么难道世界上的人都活得那么好吗 每天都很开心买车买房 为什么自己就这么差 但其实有时候他们就是只把高光时刻 或者好的一面给你看到并不是没有不好的 对吗 对对可以简单来说是可以这么讲 就是想要彰显最好的一面给大家 我是赞同的 那我想问老师们 应该如何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有忧郁症呢 有哪一些自我检测的方式吗 当然不是像网上的那种表格 好 从这一块来说的 一般上我们跟精神科医生的合作呢 我们会很看重两个点 第一呢 就是说他有没有说 在一天当中几乎每一天都有出现那种情绪很沮丧 甚至坐着脑袋空空 他眼泪都不有自主的在流下来 在落泪这个状况 或者是第二个 他有没有对过去有兴趣的事情 已经完全变得不想碰手机 也不想跟同学联络 不想上课 或者已经不想去疼啊 去触摸他的宠物等等 就对以前过去有兴趣的事情呢 不再有兴趣 这两个一定要种其中一个 好 那这两个要种其中一个之余呢 我们再判断啊 这还有四个因素 包括他的生理因素 他的身体会不会呈现出一种就觉得啊 全身酸痛 提不起劲啊 背很酸 胸口很闷 或者头脑胀胀的 这个叫生理因素 那第三呢 就包括他的思维 特别是会不会总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 或者很多会觉得说都是我害的 都是我做的不够好 是不是我很差劲 所以爸爸妈妈才会离婚 是不是我怎么样 所以弟弟妹妹才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他会把很多事情的归因认为是他的问题 所以这个叫低成就感 低价值感 所以刚才说了 除了情绪生理思维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他的行为 整个人走路 你可以看到 是拖着的 他真的是没有体力的 那这些症状呢 坦白说 可以分为轻 中和重 那如果到重度忧郁症呢 他真的是都关在房间 也不想见人 也不想出来的 那这个就非常的严重了 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个自我关照的标准呢 你会发现说 真的有很多心事 然后已经影响到你的睡眠了 不好睡 那这时候呢 你又甚至要排斥你日常的生活 开始觉得没有价值感 那真的 学校的同学们 赶快找学校可以信任的老师谈一谈 那最好的话呢 就是直接去辅导师那边 敲敲门 做个预约 这个我相信有辅导老师的协助呢 是可以比较明确的 再应用一些社会资源 因为我必须要说哈 我们包括即使是注册的辅导员 我们是在法律上呢 不能做诊断的 只有临床心理师和精神科医师 可以对精神病学呢 做诊断 好 希望这里有这个机会 也跟大家做报告 对 确实啊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 就是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啊 就是自己就好像一个开关引号的小透明吧 就找不到自己在一个组织里面 或者一个团体里面的价值 就觉得我是不被需要的啊 没有人需要我之类 有一点像就是太过关注自己 怎么说呢 就是很放大自己 很看重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一个位置 对 从这个过程中就像 郑伟老师说的 就很容易失去了自己 本来有的那个初衷跟人设吧 就很容易活成别人想看到的那一个样子 那接下来呢 想问老师 在陪伴忧郁症患者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是要注意的吗 OK 好 那我来简单分享一下 可能明胜老师还可以补充一下 我觉得在陪伴忧郁症患者当中 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就是 你要对他有信任 而且首先你要先同理他 现在的一个概况 你绝对不要 好像他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你就跟他说 哎呀 你想太多啦 哎呀 你怎么样啊 就是把你自己的设定 而且把你很正能量的一部分 一直投射在他身上 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就是 当一位患者他很需要 就是有人懂他 我了解他现在的一个概况 所以我觉得 同理的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然后成为他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你可以给他一个资源的方向 要让他知道 其实一个心理的疾病 跟一般的那种疾病 他差不多一样 都是可能生理出现了一些健康的状况 让他能够很正向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然后呢 陪伴他一起去解决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管道底下 大家如果你可以同理了 然后你又有陪伴 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聆听 你可以聆听他 他到底在这个历程当中发生了什么状况 然后呢 再给他一些不同的探讨 然后让他理清 然后再正向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那我相信对于他这个 忧郁症的这些学生也好 还是族群都好 对我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我相信 让他看到生命中的亮点 就让他在对抗这个状况的时候 他就更有动力 然后更懂得怎么去看待 接下来他不管是在情绪上 还是在生理当中的一些变化 我觉得这几个部分 是在陪伴当中 我那个经验所告诉我的 那明神老师可以补充一下看看 还有什么重点吗 哇 郑伟老师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我尝试把它变成一个结构化来说 我们自己因为本身受过 那个正念认知疗法的训练 在陪伴忧郁症的患者呢 第一我们很看重就是说 怎么接纳 让他能够接纳自己的身体情绪 有的是因为受到生理 血菌素不足的影响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忧郁症患者呢 他其实有病逝感的 他会知道自己跟过去不一样 但是也因为受到了 可能过去的一些经验成长的影响 父母都会说 没有事情不要随便乱吃药 吃药会不会上瘾 你不要吃这种神经病人吃的药 你看这些污名化之下呢 很多人是不敢去看精神科 因为害怕要被开药 要吃药 所以在这块呢 我们就是要做教育了 我们告诉他 是的 你刚吃药前面三五天 到两个星期 都是一个身体的适应和稳定的阶段 那他的副作用呢 其实就是他的效果 要让你不用想太多 要让你头脑空空的 那这些呢 是很需要给一些有抑郁症的朋友知道的 那第一 接纳的部分呢 也包括说家里的了解 家里的经济条件怎么样 包括找到 其实政府医院几乎都有精神科医生了 那如果是中学生过去 都是免费的 所以这是马来西亚医疗体制的一个照顾 所以这些都可以再做宣导 第二呢 稳定身体 所以我们跟精神科医生的配合呢 药物可以让他们好睡 有食欲之后呢 那下一次 只要他想到那件事情 那个想法又攻击他的时候呢 他可以做五到十次的 我们说哈 就是四四八的呼吸法 稳定呼吸法等等 先稳定身体 所以稳定了身体之后呢 才来做思想工作 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已经服药了 我不要这么想 我不要怎么样哈 诶 这时候skip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哈 其实药物是让他好睡 有食欲 那这时候呢 他先要稳定身体 要接纳 这个惯性 过去的想法 头脑的习惯 常常会回来的 所以他可以做一些正面练习 包括说做三个呼吸 听三种声音 看三种东西 嗅三种味道 让他回到这个当下 这些都是被证实 其实抑郁症不可怕 而且已经有很有效的介入的药物和心理疗法 但是糟糕的就是 很多人太迷信身心灵了 而拒绝药物 那这一块呢 就变成治疗被缓慢了 包括我跟郑伟老师在谈的时候呢 也说到 真的 在包括学校里边看到呢 郑伟老师 辅导老师 他们谈了之后 转介精神科 在接受辅导 哇 学生的一个好转的情况 非常的好 虽然没有完全说 走出意义症的一个情况 但至少它不会变成是高风险群 高危险群 这块或许 郑伟老师主任还可以补充 对 其实药物 它是一种控制的这个部分嘛 那以我们 以我自己的个案为例子的话 的确会这样 比如说 我曾经有一个算是蛮重度的一个个案 然后呢 这个妈妈很想要赶快 这个孩子赶快的康复 然后他甚至会自己调那个药量 那也要跟所有的在场的每一位听众说 就是心理疾病的药量的剂量 真的是要以医生为考据 而且他们会按照每一次误谈的不同的状况 做一些调整 所以绝对不要自己做调整 它并不像一般的Banadol 还是什么样的药物 好像啊 我想要他快点好 就吃多一点 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小小的剂量 也会影响这个人的整个生活的状况 就像我这个案例的话 就是他妈妈很着急 很想要他赶快扛复 他自己调了一点的药量 结果这个个案 他的动作变得很时缓 就是整个动作变得很缓慢 其实也影响了他整个生活 然后其实这样子你没有办法让他在一个医生的一个规划当中 有康复的这个部分之外 其实我觉得对整体来说 这个个案的身体的影响会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一个适量的药量 再搭上这个老师的这个陪伴跟鼓励 还有同学可能家人的扶持的话 就可以让这个忧郁症能够 我们会看到这个学生很快的可以痊愈 然后甚至 我觉得不是说痊愈 可能就是先回复到正常的生活 然后让他在生活当中 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心理健康的因素而促成困扰 这样子 那我再搭一下 曾为主任的辩认 所谓说生活回归到一种 比较恢复 有五大指标 那五大指标呢 能够睡觉 精神就好 第二能够吃 他的能量就能维持 第三他能够呢 回到正常的一个生活中心 比如成人能够上班 孩子能够上学 第四他能够交朋友 最后一个 他对自我概念呢 不会有那种觉得没有价值感 想要亲生 想要结束生命的念头 所以能吃能睡 能上班上学 能交朋友 还有就是有一个自我的价值感 这个是我们很看重的五大指标 好 谢谢两位老师 分享的真的是可以说很有内容 那就有提到一点是我个人比较有感触 就是一直会听到一些人 以前我的误解 就是我会对有误解 就是可能会跟身边比较忧郁的朋友说 你要看开一点之类这种话 可是过后我有了一些了解才知道 原来讲这些话其实是不合适的 因为其实不是他不要看开一点 也不是他不要正能量一点 是他真的没有办法 而且他们需要的更多是同理 而不是同情 就是也希望有一个人去倾听他们 他们可能需要的是 当他们想要就是 当自己需要的时候 有人愿意倾听 而不是当他需要的时候 你一直去问他 你会这样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为什么你会怎样怎样怎样 他需要的是更多的是一个倾听者 而不是一个去问他一大堆 十万个为什么的人 我会这么解啊 我常常在做一个 到学校里边做辅导同财的培训 我说当你觉得很纳闷 为什么他一直在这个状况 为什么他一直这么想 这么做的时候 请你把你的疑惑 变成一个关心的问句 这问句非常魔术的 叫说啊 我相信你会这么想 一定有你的理由 我相信呢 你会这么忧伤 一定有你的原因啊 你可以多说说看嘛 但你抱着这样的一个尊重 和真诚的 愿意去接纳他 愿意去靠近他 我相信大多数人呢 这时候他会见到一份 一丝的曙光 是 对 肯定你 确实 但我想要问老师 虽然 就是有些人 他已经懂得去清索 但为什么他还是 摆脱不了忧郁症的这个情况 嗯 OK 我大概先浅谈说一下 可能请明生老师 再做补充 就是我觉得 因为 倾诉不是唯一的管道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 为什么会引发忧郁症 那有可能是 他的创伤 有可能是压力 有可能是生活当中 有很大的变化 那我觉得现在又可能 很多人仰赖一个社交媒体啦 那在社交媒体当当中 也会有一些 网络霸凌啦 网络的一些问题的发生 然后这是现在可能是 他生活当中 所遇到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 有可能是他 个人或者家族的病史 也有一定的可能的一种 遗传性等等的 那所以呢 不一定是用请述来说 就可以得到一些治疗 那有一些 他需要的是 可能更专业的一些 深入的探讨跟引导 那在可能性理辅导当中 有不同的一个方法吧 有一些不同的治疗方式 可能甚至是 他需要用一些 比较专业的治疗法 引导他走出来 而不是用种 口述的一种表达方式 就可以把他这个病症 给他追根究底的去处理 所以呢 请述是一种方式 但我觉得 要完全的治疗 他必须要有一定的步骤跟方法 就好像刚才 明生老师所说的 有些时候 他根本也没有办法控制 他脑袋释放出来的负能量 所以呢 你一直请述那个负能量 还是在不断的释放出来 所以他还是走不出 那个黑暗的乌云 所以他需要多管齐下 那我觉得请述是 其一的管道 那可能就是药物的治疗 搭上一个专业的智商 甚至是可能一些 更专业的心理智商的治疗 才能够有 能够对这些优异患者 有一个更深度的 治愈的方式 那我大概补充到这边 好 艾明生老师呢 好 我觉得当然搭配很棒 曾为主任提供了很多生活的例子 那我又把它结构化 所以在我们跟一个家属 精神病患家属分享的时候 我们会说三大原因 第一个是生理因素 这生理包括有遗传基因 好比说过去的研究 如果是同卵窗胞胎 其中一个有一个 我们叫视觉失调 那百分之五十另外一个也会有 那如果父母双方其中一个 就有抑郁症的话呢 那七个孩子会有一个有 那这个叫所谓基因遗传 但生理因素不一定是基因 我跟各位报告 现在我们最怕马来西亚 看到最麻烦的就是 吸食毒品 所以因为吸食毒品 而造成的脑的一个内分泌的失衡 也常常引起焦虑 忧郁 甚至是幻听幻觉的症状非常多 所以这个就肯定不是透过请述 就能够被治愈的了 好 那我们说回来吧 那如果他已经看了精神科医生 在一个心理辅导的一个立场 那心理辅导师 也不只是在同理 在听他的故事而已 因为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环境 除了生理 他的思维 就包括环境和行为 那这时候我们要看了 他应对他的环境 他的系统里边 他采取哪些有效的 自我照顾的行为 那我们会把它分为一种叫做 愉悦行为 所以我们一般陪伴抑郁症患者 到他稳定之后 还没有稳定 我们一定先让他接纳同理 了解 配合药物 当他稳定之后呢 我们会比较走的就是 除了整理他过去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会让他当下呢 更感觉到自己是有动力 有存在的价值的 好比他觉得说 只要一天他能够泡一杯咖啡 跟家人吃一个早餐 他就觉得这是很快乐的事 或者他可以跟他的宠物狗 他可以跟他狗狗 毛毛 可以带出去走花园一圈回来 他就觉得他有尽到主人的责任 那这些活动做的时候 他就可以得到愉悦感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叫掌控感 有时候他根本连做这些愉悦活动 也做不起来了 他已经很低落了 那么他就要发展出 有掌控感的活动 什么叫掌控感呢 就好比他已经觉得自己提不起劲了 也不想动了 那他只要能够把这个书桌 这个桌面呢 只要稍微收拾一下 那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事情了 所以你看掌控感事情 做的时候他是不快乐的 可是一做完之后 他的价值感 他觉得能力感就被提升了 所以这些呢 都是我们在陪伴抑郁症患者呢 我们走正念任职疗法 我们会带给他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不只是想法 他需要有行为的回馈 来成为心理学的自我效能 他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价值感和能力感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然我所说的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预律症患者 我们要看回他的个性 他的系统 如果他的那个压力根源还一直在的 这块是我们一定要协助他呢 改变我们能改变的 然后呢 接纳我们不能改变的 甚至是有必要的话呢 可以离开那个认者 让我们已经是很客观压力的情境 包括我辅导的案例里边 有被所谓的长辈啊 一些精神虐待的 好 我举两个例子 我相信可能会让大家也吓一跳 这也是我自己接案增压里边 我觉得是我们都要尊敬老人家 但老人家有的真的有一些精神状况 很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其中一个案组的一个奶奶呢 就是每次在他们吃饭的时候 只要父母不在呢 他就会清一下喉咙 然后恶心地吐一口痰 在他们的饭 叫他们吃下去 你看在这种压力情况底下 他们又不能讲 不能说 那是爸爸的妈妈 可是爸爸在的时候 他的奶奶就不敢这样做 爸爸不在的时候 即使在妈妈面前 这个奶奶也是这样做 所以到最后 苦到最后 她真的精神 睡眠 包括自我价值感等等 都出了状况 加上妈妈又是后妈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环境压力引起的了 好 那我刚才本来想讲两个 我想讲这一个 就已经够恶心 够可以让大家理解 所以除了生理 包括她的想法 她的做了哪些行为 还有我们去了解她的环境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四个圈 那刚刚老师有提到 就是如果情况需要的话 可以离开 有时候离开 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我这里就想 额外问老师一个问题 我有看过一个例子 就是说 她是一个老人家 然后她觉得 她过后被诊断出 是犹豫症 因为主要 她看起来一切都很好 就比如说三餐温饱啊 已经退休了 然后她的孩子 每个月也会给她钱啊 之类的 然后家庭也算还不错 就是她跟她老公 可能她就一直觉得 她老公不那么爱她 然后就觉得 这件事情 在她的心里压抑了很久 然后久了 可是她又不要离开她 然后导致 可能这个忧郁的情况 就一直下去吗 我单单这样听 我想说 如果可以主观一点来看 我会觉得说 她内在里边 她有一些躁郁的部分 有一些暴躁的部分 那如果身边的一些师长 或者同学们 在听这集节目呢 我们会常常注意一个现象 抑郁症患者呢 有时候她会发展 变成一个 我们称为双急症 她会跟暴躁 跟忧郁 会周消替性的呈现 最明显的例子 可能呢 她这一两个星期都很低落 不太想上学 然后也不想出去 不想找朋友 突然呢 到夜底 你发现她 哇 来学校很快乐 很有点子 很会说话 然后到处请客 哇 把钱都花光 都还很快乐的 那她就陷入一种呢 很明显我们看到呢 如果又过一段时间 她又开始低落了 那个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bipora 就是我们称为的 躁郁症呢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如果以刚才 主持人尹杰所提的 一个例子 我看到的比较像是 内在里边 有很大的不满 她的能量是很强的 她想做一些事情 可是她又很压抑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经验 一般她比较多 会发展成躁郁症 而不是优异症 优异症的人 是能量很低的 那像刚才那个故事 那个案例呢 我可以听得到 她背后是有能量 她有那个气所在的 好 不晓得 郑伟主任怎么看 是 我蛮赞同 明显老师所说的这个 就是 衍生成不同的一个概况 所以我们要 针对这个 不同的个案 可能要做一些探讨 才可以更深入地了解 对 这样可是就遇到这种情况 可能就是 她已经不是需要我们的倾听 然后医生的帮助 可能也只是吃药 就如果身为她身边的人 就会想要为她做一点什么 可是有一点 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 这时候她真的要找 就是 像真为主任 像一些说过专业训练的 辅导老师来谈了 而不是找人家倾听 那么在辅导里边 倾听只是第一个步骤 我们叫 就是建立一种 智商合作的关系 第二个阶段 我们会带她去做 X Pro 她要探索 她过去 怎么走到了今天 她当初会选择 这个男人 她会跟她在一起 肯定有他们恩爱 他们甜蜜的时光 那这个直变 亮变也好 变到今天这种过程 她需要有一个整理之余 有第三只眼 让她去看 哪一些是她能够掌控 哪些可能是 她要负责的 哪些是她不能控制的 那就进入第三个阶段了 这时候成为洞察 她要产生对自己 心里的动力的洞察 她要产生对自己 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洞察 还要更重要的是 她也可能够回到这个当下 自己可以为自己的需要 自己的内在需求做什么 而不是把自己的苦 变成受害者 把自己的角色 又交给别人 就是她害我 她做这些 所以我才这么苦的 那这时候 就必须有前面的一个探索了解 我们才会走到这个洞察 那洞察完了吗 还没有 还有最后一个行为改变技术了 那这时候呢 就要给她一个家庭作业 要布置呢 接下来她生活中 怎么样去疼爱自己 怎么样的能够建立去 接纳自己 以及跟那些爱她 她也爱的人 在乎的人呢 能有一个和谐的关系 这才是一个智商辅导的历程 所以绝对不是 不是只是倾听而已 好 谢谢老师的解答 那想问老师 像你和真伟老师 应该都听过非常多的人的 就是来找你们情绪之类的 有时候我自己就是 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啦 就虽然我可能只是朋友之间的情绪 我也会担心我自己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自己的情绪会不会受到影响啊波动之类的 老师们怎么看呢 好 OK 首先我觉得第一 我们在自己专业的训练的时候 我们要就是要有一个辨别性 要划分就是比如说 我们不把自己的情绪啦 不把自己可能在今天过往的一些 不同的遭遇放在这个个案里面 我们每一次进入个案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空盒子来聆听一下这个 个案所表达的这些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要有划分就是我们会 离开了这个辅导室 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也放下 不会把它带回家 那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健康的照顾 所以这是当下我们要有的一个 划分跟分支 那你心里要非常清楚 然后在谈的时候 去理清过后 了解过后 我们不把这个个案的情绪 把它带入自己的生活当中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专业的训练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当然 你要不断地提升自己 那我相信你有很多技术层面 跟智商的一些技巧的一个输入的时候 那你就有更多的百宝袋 你在应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自控力 自我的照顾照顾的好的话 那其实你就有足够的能量去接纳 然后去理解 然后最后再做包容的这一块 所以呢 你在整体上你就可以有很好的一个 一个自我照顾的一个范畴 那其实就比较不容易受到这个个案的一些影响跟波动 然后如果甚至是有的话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身为一个心理智商 还是一个好像一个辅导老师的话 我觉得更多也在生活当中 也要有很多生活当中的补充跟填补 比如说要有足够的运动量 还有可能就是刚才说的上了一些专业的课程 还有也要有一个抒发的空间 还有我们 其实我们就是会有个案讨论 对这种机制 其实做这种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让这样的情绪能够得到疏解跟理解 类似是这样子 不知道明星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 那这位老师的生活实力已经说的很足够 那我就说一点点不一样的 我会这样说 如果在我们做辅导义工或者辅导员的培训的时候 你跟案主谈 谈了之后你会很有感触 甚至你会很愤怒 你会跟他觉得同仇敌开 这时候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做反遗情 什么叫反遗情呢 就代表案主身上的故事 他的内容出发了你自己生命中的议题 你有相似的经验或者未完成的事件 Unfinished Business 这也是专有名词 或者是本身自己的价值观也被启动了 所以那要怎么避免呢 我也晓得说现在中学生很喜欢心理系或者心理辅导系 那我这里也帮心理辅导系打个广告 其实我真的很回顾一下我们自己大学的一个课程的设计 我也看了其他的大学 我真的觉得念心理辅导呢 我们是还没有帮助别人之前呢 先帮助自己 心理辅导的一个宗旨叫助人自助 帮助一个人懂得自我帮助 可是我们看回我们的学习历程呢 我们是自助之后才去帮助别人 怎么说呢 比如我们在上那个人格发展的课 我们开始呢 上了课理论考试 我们会去做很多作业去采访 去骚扰同学 骚扰室友啊 这时候做到最后 我们会对自己的成长开始要做一个剖析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看 比如我们做一个青少年的发展 我们除了念那些理论呢 我们要去采访别人 到最后期末的一份作业呢 我们开始要整理自己的成长过程 我回顾这些 不管是生涯课程啊 或者刚才我说的等等 包括亲子关系啊 几乎每一堂课都有一个大作业 就是要回到自己身上做整理 那就说回刚才那一刻了 这样的整理 当时只觉得说 哎 因为我们这个科系 好像都在拿手术刀 对自己花几刀动手术 可是等到我们去到食物工作的时候 我才发现是啊 原来安主跟我们谈的苦 大概他也触动了我生命中过去 我曾经在我的作业上 我也看到的苦 我反而并不是因为他的苦 让我身陷下去 我反而会化为一种 更加能够去贴近他 更加能够去了解他 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苦 那这个经验的被启动呢 它是加分的 它不会因为对方讲到 他的爸爸妈妈离婚了 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父母怎么样了 然后跟着他那边哭啊 那边包团取软啊 就不会是那种症状 所以这里我想 以前主持人问的问题呢 其实也是很多 包括记者朋友都会问我们的 你们每天收那么多负能量 这么多垃圾 你们怎么活啊 所以我想说的是 其实很感恩我们的专业教育 它都已经让我们有一定的整理 但是也让我们看到 我们是人 我们不可能100% 把这里都自己都完善好的 还是会有一些议题 我真的会在案主的面前哭的 好比生离死别 但我会跟我的案主说 我想跟你报告 其实你刚才那一句话 真的触动了我 所以你看到我也在流眼泪了 好 就好比我有一个案主 他的母亲几年前癌症过世 爸爸陪伴他们 都很静着身兼母子 可是没想到 就在前年的某一天 他们上课上的一半接到通知 爸爸结束生命了 所以爸爸用接下来这几年 给他们保留了 大学的学费 也拼了他们一笔钱留给他们 可是爸爸仍然选择这一条路 谁都没注意到 那好多人都自责 家边身边的亲人都说 为什么那时候没注意到 他父亲的表现 那我就 这两个孩子中学生 被带到我的面前的时候 他竟然说了一句话 虽然爸爸这样做 让我们很伤心 但是我们还是尊重爸爸 因为他已经走上这条路了 而且我们现在是 我们的想象当中 当我们思念他 我们难过的时候 我们都想到 他已经跟妈妈 已经手牵手在一起了 你看我现在说着这些话 我的感触还是很深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些对长辈的一些爱 我们都有失去过的经验 所以他真的会勾动我内在的 自己的一些失落 心酸的经验 当我的流眼泪不是说 哇你很糟糕啊 你很苦啊 我就跟他解释了 我也被他触动了 我没想到一个才16岁的孩子 会这样告诉我 我说我真的被你感动了 而且你连说的画面 都可以勾起 我想到我自己敬爱的长辈 他们或许也在天堂 就像你说的 他们手牵手在一起 好希望这样的报告 可以补充一点点 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和见解 我也补充一下 就是我觉得 好像明生老师讲的 我觉得辅导 智商者还是陪伴者 他也不是好像神仙 可以超脱一切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其实我们也在接纳自己的情绪 就好像刚才说 我们不会拒绝说 我现在很难过 我要拒绝 我自己不可以难过 我们也接纳自己的情绪 那其实你才可以 真正的理解 我觉得一个心理之商 最重要是你要有温度 如果我们连这种 谈个案的一种温度 我们都没有的话 那你会很 就没有办法 很深入的同理到这个个案 我也可以简单分享我自己在最近接到一个个案 就是我这个个案是家里 她的妈妈是一个精神病患 然后她很小 她只有14岁 然后很小的一个小男生 然后呢 她妈妈有精神病患 会半夜唤醒所有的家人 然后呢 对着窗口大喊 然后大喊是大喊三个小时 然后呢 就一直啊啊啊啊 这样子 然后没有办法不服从 然后呢 这个妈妈会在后面 拿那个困子打他们 然后呢 哇那时候 这个小朋友 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说 然后我知道 因为她姐姐是我以前的学生 她姐姐告诉我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找了这个个案来跟我谈 我那时候 我也觉得我自己被牵动 我觉得她好可怜 因为她已经 没有人可以倾诉 然后当她讲出来的时候 她是爆哭的 所以当她在谈的时候 我自己也被沟通 最好像刚才明星老师说的 我自己就觉得 如果是我的话 然后就同理心的时候 我就觉得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怎么去 怎么去应对 而且一个小男生 他没有办法去 疏发 没有办法说的时候 我可以感受到 他内心的那种恐惧 因为妈妈不知道 怎么会爆发 然后呢 他必须要遵守 这么无厘头的一个要求 然后他的情绪 到了一个高峰点 然后他今天难得 可以有一个部分 可以让他疏发 所以当下的时候 我自己也被牵动 我自己也会觉得 哇 怎么可以过得来 我会觉得 哇 这个小朋友真的很不容易 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 我也接纳我自己 我不会抗拒说 我自己 不可以不可以 我是一个专业的资商师 我要怎么样 而是我觉得 我接纳过后 我可以理解的过后 我再从他的方向去 想出方案 跟解决的方法 那如果你深入其境的话 其实你可以 可能可以更了解 各样的一个处境之外 那你要跳戳出来 你的专业说 我要怎么去帮他理清 跟接下来可以处理的 步调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划分 感受层面跟理性层面的一个 还有专业的一个输入的话 可以让你在你整个智商当中 会有不同的 可以有更深入吧 或者会有更高效能的一个 智商效能这样子 好 谢谢老师 非常想要 就是温度还是很重要的 下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 现在就有很多学生 都会缺乏个人的放松时间 就应该要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 就是调整自己 然后避免自己陷入忧郁 这种持续的情况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尤其是很多学生 他们就上课 补习 兴趣班 然后又睡觉 然后就上课 补习兴趣班 一直重复 然后感觉好像 缺乏个人的放松时间 老师会给出怎样的一些意见呢 嗯 OK 好 我先简单说一说 然后南米赛老师再解释一下 我觉得如果 我会给我的学生的话 我首先是觉得 现在的小朋友 真的缺乏睡眠 他们都已经操劳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 应该要调整 自己的睡眠跟休息时间 因为以一个生理状态来说 他要有一个正向的发表 就要有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 那我们睡眠不足 其实他也会影响 你的整个情绪 甚至会影响你一整天的生活 所以我会觉得 足够的睡眠 不管是在对于你的生理 特别是中学生的话 我觉得在场的听众 可能很多是中学生 对你的发育啊 对你的这个 生长的过程当中 都非常重要 那你说 怎么去鼓励他们 有一个放松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 妥善的时间管理很重要 一个生活当中 他必须要有平衡 你不可以说 我要应对考试啦 我要应对课业啦 我有很多补习还是什么 我最近在谈一个个案 也是一样 他就告诉我说 他是一个要求自己 很高的一个学生 然后他就说 老师我真的没有时间了 我现在 我要补习啊 我每天要赶很多功课啊 然后现在已经赶不及了 等等之类的 那我过后给他一个建议 就是你必须 要跳脱出来 你的生活当中不平衡 其实你的情绪 也会被影响 那接下来就会产生 更多的心理状况的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 你要对自己的生活 要有一个平衡的要求 时间是可以安排出来的 你一天至少 可能要花一个半个小时 来做一个简单的运动啦 那也要有一段时间 是你自己跟自己的相处 或者你喜欢做的一些事 那你才可以让你的生活当中 不会失调 那也不会走入这个 不健康的心理状态 甚至是影响你的身体的状态 因为我也发现现在 好像我在教辅导课啊 还是该跟很多学生谈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现在 睡眠时间好少哦 他们就可能一两点才睡 哇回家又要上补习班啊 有些又要跳舞啦 又要才艺啦 一直到很晚才回家 然后还要做作业啊 所以其实整个生活是失调的 那其实对于整个生活的 一种常态来说是非常不好 这是我简单的一个补充 不知道敏森老师 有什么要说的吗 对于那个时间不够用的孩子 我听他正为主任 都说得非常完整了 那这里我会跳开这个议题 这么看 其实说现在中学生都很忙吗 我倒不认为 我看到反而是三类的群组 第一类就是非常看重学业的 而且就像正为主任说 我们看到很多大型学校呢 真的孩子拼到 是分秒必争的 晚上呢 十二点还舍不得睡觉 还在K书做作业的 都有的 好这是一类 那第二类呢 反而就是那种 他除了学业 他真的还有课外活动 他还有校外的活动 但是回到家里呢 他又可以说 那自己放松 成绩及格就好 可以过就好 那这种孩子呢 在某一个角度来说 他的重心反而是比较多 他比较少精神状态的 他可以有自己的好闺蜜啊 好哥们啊 可以谈谈的 那第三种孩子呢 反而就是没目标 没行动力 时间到上学 时间到回家 时间到下一个活动 但是呢 人在可能心不在 那这一类的孩子呢 就比较随波逐流 那这里呢 我的辅导经验 我可以补充一点 就是说 其实不管是 那种时间很匆忙 不够用的 或者呢 生活中找不到目标的 随波逐流的 当他们产生那种 所谓异性啊 或者他们有亲密关系的时候啊 他这时候就不能失去了 好 当他一失去这块的时候呢 哇 他可能来找我们 就已经是抑郁症了 或者是已经是 很严重的一个 结实底里 精神分裂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回到郑伟老师所说 郑伟主任强调的 要平衡 除了学业啊 真的 你的睡眠啊 运动啊 交友状态啊 要多元化的 让自己有成就感 好 我想这是 我可以补充的部分 对 就是 找到自己的一个平衡很重要 还有真的是 但是没有没有时间那回事 你在乎就会有时间 除非你不够爱你自己 那老师觉得 就是家庭啊 和学校如何 应该要如何去发现 青少年患上忧郁症 然后可以给予 怎样的一个帮助呢 这一块我听过 那个郑伟主任说过 我觉得他说的已经 太完整太精彩了 这块我交给他说 OK OK 我大概讲一下学校的角色 然后看看明生老师 有没有什么家庭的角色 可以帮我补充一下 好 我觉得学校的角色 如果以 好像我们自己 在处理很多个案的时候 我觉得 第一个我们学校 是有班主任的嘛 那我觉得 学校的老师 可以去做观察 可以透过他 可能刚才 明生老师有说 从他的生活形态里面 有没有可能是他 很容易 一个人独处 然后不喜欢跟人家接触 第二个部分就是 你会觉得他高兴不起来 好像全班都很开心 只有他一个人很失落 从这个班级的面向 去了解 OK 人际 人际关系 跟他的个人的个性 也有可能是 他那种落差性很大 可能他年头很开心 怎么到了年终 他的情绪 跟之前的落差性很大 这个是老师的观察 那老师还可以透过 比如说他们的周记 OK 周记 有些学生会写一下 自己的心目历程 透过周记也可以去了解 另外一个可能 从朋友的口中去了解 还是他的社交平台 学生很喜欢在社交平台 发一些状态嘛 那我觉得状态当中 你也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就是让他们知道 他现在的状态 是不是感觉不对劲 还是他所表达出来 都是感觉很负向 负能量很高 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觉得这是老师们 朋友也是一样 你可以透过这几个 这几个部分 去了解一下 他们发生了什么问题 那我觉得家庭的面向方面 也是一样 我觉得就是从他的生活 作息当中去了解 就好像我处理的一些案例的话 举一个例子好了 有一个就是他 本来很喜欢跳舞 到不喜欢跳舞 然后呢 从饮食当中也有改变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他的身材 爆瘦 或者也有可能是爆肥 就是可能他一下吃很多 还是 这可能跟厌食也有关系 那我觉得 这个也可以去探讨一下 就是他生活形态的一种改变 然后这样才去做一些 探索跟了解 跟厘清 这是学校 还有家庭当中 可以去多关注的 也可以从中去关心他 那我觉得初步 可能老师也可以透过关心 先做一个初步的了解 那有需要的话 当然是要转到这个辅导处 来做一个更深入的探讨 那我们都可以 很有效的帮助 可能是优异症的这些学生 还是朋友 让他们走出这个黑暗 跟隐隐的 明川老师不知道有什么补充吗 好 我这里 我觉得这题目真的问得很好 因为在我的实务工作里边看到 很多就是得了抑郁症的一个学生 中学生 是跟家里的互动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那我都一直在呼吁 真的 家长们呢 至少一个星期里边 有一天是family day 带着家人可以吃个早餐 到公园散散步 或者可以规划一下 出去郊区走一走 不过我真的遇到很多案座 真的来找到我们就是 父母真的忙到 连那个时间都没有 对他们来说就是奢侈 那我说 一个星期半天可以吗 他说也真的不行 那我说好吧 来讨价还价 两个星期 最少有一个半天吧 那父母又说 至少应该还可以先做安排 有的父母真的双心的 现在的一个通膨 我们知道说 父母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往往呢 很多身份角色 他们停不下来放不下来 那就间接的忽略了孩子呢 他的生活中心变成上学 如果学习又不会 或者学习有高完美 高要求的话 他自己的压力是无从被照顾 无从疏解的 那除非他又有像刚才 郑伟主任说的 他有课外活动啊 他有好朋友啊 他本身啊 也能够有充足的睡眠啊 那这些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看到的就是 家长要安排家庭时间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或间接的 知道孩子的情绪状态了 好 那其他的我都觉得 郑伟主任已经说得非常的完整啊 那今天的录制也来到了尾声 老师们有没有想要做一个小总结给大家呢 好 我先开始 我想到一个哈 刚刚有问哈 就马来西亚的那个青少年的发病例哈 那我就说我拿的是2021年那个卫生总结 Nosisan的一个报告 那其实我们看回那个世界联合国卫生组织WHO的报告 他们说呢 全球其实精神疾病的一个患者 从10岁开始到19岁是一个高峰期 那当然这个不只包括忧郁症 精神疾患包括焦力 包括强迫症 厌食症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那特别呢 最常见的就是14岁 所以14岁呢 是一个高峰期哈 那这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数字 好 所以如果说要总结的话 我觉得就是 今天要谈的是这个忧郁症的课题嘛 那我觉得不要太负向 或者觉得他是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把它当作是一种 很正向去探讨这个问题 并不是一个 好像所谓的精神病啊 没有办法治愈的一个疾病 那我鼓励所有的 不管是学生啦 不管是在场的每一位 正向去处理的话 一定可以解决 跟一定会得到康复 正向去解决 接纳自己可能有这个状况 然后找到一个正确的管道 然后呢 去抒发 然后做治疗 我相信呢 我们可以在整个心理健康当中 会发现 我们可以让这个族群不会 因为你知道这个忧郁症 很可能走 很可能走到极端的一个 一个部分可能就是会结束生命啊 还是什么 我们希望呢 在这个当中 大家的心理健康 可以得到一定的健康的水平 然后每个人正向的看待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努力 让这个状况不会成为我们 不好的一个现象的发源 确实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不要让那个情况发展到 不可收拾 就是想要亲生之类的 那感谢大家的聆听 别忘了留手 每个月给大家带来明明白白 我的新podcast节目 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 节目播放平台 可以在中学生官网 脸书和Zone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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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